大家好,又到卓遊港,講卓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主持人Milliam 你好,我是Ross 你好,又是我只有八聲的KHR 好了,今天你看到我們的環境又不同了 因為今天我們又出外景 我們今天去到香港可能是唯一間的Bord Game Retail Store 零售店 你看到這裡是沒有咖啡的 我們今天就是有我們Monster Geek 的兩位店長 人稱卓遊界神雕俠女 Layvon Yaki 打招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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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 Game Retail 沒美女 我不相信 完全不相信 立刻有了 好了,今天我們很感謝你們的時間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我們都很好奇 不如你簡單說一下 其實Monster Geek 即是這間的零 support gaming 零售店 其實就是大概 為什麼會開始 開了多久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在後面 會不會是一些愛情片還是經歷 可能因為這樣結識 可能 聽故事 聽故事 因為一開始我和我的夥伴都是喜歡玩Bord Game 但是發現了一個問題 原來在香港你想找些Bord Game買不太容易 要不你又上網找 要不可能去樓上舖 要不去樓上舖 我喜歡買Bord Game 我們什麼都不用 只是買Bord Game 只是買Bord Game 這樣就 籌備了任務 一個多月左右 就單身了我們現在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小多月 就開得到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呢 你們那時候選擇 因為其實香港 剛才你這麼說 其實大部分的 可能是一邊做咖啡 一邊就是去買Bord Game 這樣 而且我們自己的觀察 其實買Bord Game 都佔他們的Ratio 不是太多 但是這麼英勇 剛才Case也在背後說 英勇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要這樣做呢 除了是因為它沒有之外 你覺得 你說一下 用什麼 為什麼 選零售 為什麼選零售 主要是因為沒有呢 因為本身 零售和游泳咖啡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因為我們零售 可以面對到 沒有玩開Bord Game的朋友 接觸Bord Game 因為有些可能 你玩開的 你就會懂得 通路上去搜尋到Bord Game 但是你沒有玩開 或者曾經玩過一兩次朋友介紹的 可能你走過路過 你就會看到有曾經玩過 之後你就會特地買回去 就是和親友一起分享 玩一下 那樣子 其實你可以說是推廣到桌遊 或者也可以更加多人去接到Bord Game OK 所以的情況就好像 譬如說 好像走我的波鞋店 走去什麼 我明明沒有想過走波鞋的 看到這對波鞋是不錯的 這麼漂亮 這麼多Bord Game 那就是日子 是不是這一隻 最主要 如果我們真的開Cafe 可能都是同一個餅 大家再爭取那些 target audience 但是如果我是開金門市 真的在商場上有新的人流的話 我覺得這個才可以 是可以擴充到這個Bord Game界 或者可能給多些不認識 也好 或者有些可能認識大虎翁的人 都原來知道這個世界 除了大虎翁 還有還有這麼多類似的選人 這個是我們一開始 也是其中一個想法 我想說 你選擇這個地區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即是你本身都是工作 或者住在這附近 還是因為這裡 可能是段旺角 尤其多Cafe 所以都是 一來這個交通方便 第二 這個商場本身都留意過 都可能比較多是 買玩具 買Faker 我相信他們接受 我們其他 對 沒錯 沒錯 接受我們其他 這類型的東西 能力會高一些 所以我們都選擇在這裡 開會我們第一間的 本層 第一間聽不懂 中了第二間 第三間 第十間 請不請我做Part Time 或者請不請我Fall Time 我看一部OK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自己有走開這個場 那我自己見到你一開始 真Collector 一開始開這間店 以及看你進入那些遊戲的 那個重的程度 那一會可能叫Rossbo 那些相片 也有很多重的遊戲 那時候我都在想 怎樣做呢 那其實你一開始推銷那個方式 或者怎樣去令到 我都未說 因為 你就說有人經過 但是經過的人 未必會去接觸得到 一些這麼重的遊戲 不單止重量 遊戲的策略程度 都是重的 這副好東西 遲些開 遲些開 對 給別人說話 你倆別只顧著 看人家說話 聽到也好 聽到也好 你繼續一句吧 那其實 如果有新想入門的朋友 那說真的 一定會從一些正路 例如卡坦島 從這些類型出發去 那也有不少朋友 是從我們一手臭大的 由最基本的一些 上學下出發 或者是派對街 去玩玩一下 不夠厚 想試多一些類型 可能一邊升上去 試試玩波多林角 嘩 又去試試玩一下 其他一些 可能是裝備了 都會 上去就去 上去就去 上去上去就去 沒錯 這樣 我相信 就是你始終都要 給一些新人 要去接觸 香港其實最缺乏 就是這個接觸的渠道 那你說 我知道 有桌有這件事 但是我想接觸 可能我一是膽粗粗 去某一間café 去問人 但是 反過來我們在這裡 我和我拍在這裡 我們嘗試會介紹一些 適合他程度 或者引起到他的興趣 因為我們不是說 什麼季 大Game要退 我們最重要是 他玩完 有一個好的體驗 他才會再回來賣 這才是一個健康的經營模式 這也是我們的理念 嗯 會不會多些情況 可能有些人 真的不懂 就來問你怎麼玩 會 有人進來問我有沒有fever 也有 確實會有的 fever 對 puzzle 什麼都要問 可能我以為這是puzzle 我以為這是puzzle 會有 一定會有 真的不足奇 都是跟老婆說我家裡的puzzle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價錢 會有的 但是都是 慢慢給你解釋 我會給你 我想問 其實你剛才說 譬如客人來 然後慢慢將他 越大 玩遊戲 可能越深 你覺得這個過程 是 新客多 還是一些已經玩開的 來幫你 幫你 多 玩開的一定已經有固定的 一班都會回來找我 就是老顧客 都會有的 我們都很慶幸 都會有新的朋友 因為我們這裏 走來走去 可能會有些家長 跟小朋友 都會有 這個類別的 我們都可以再接得到 多些 因為其實很多game 都可能如果有個 十歲八歲的小朋友 其實都可以跟他做親戚 玩 多方面接觸 好 我想問 例如你剛才說 你選擇在這裏 就是見過人流 其實有 你覺得多些人是因為 慕名 知道這裏是賣國的 本身知道 一定是純粹走 好像剛才說 很吸引 以為是鬥爭 這個就是 說真的 頭開了三幾個月 可能真的 有人走過 看到人 之後 可能會慢慢 我們宣傳 Facebook 或者做多了 晚上之後才開始會有些gamer 會走上去找我們訂遊戲 因為我們都有幫忙訂開 那些game 或者我們有什麼新game 都會懂得來找我們去要 嗯 你做了這段時間 你這年 差不多一年 你覺得其實香港的board game 那個前景 會怎麼樣 你覺得是會越來越好 還是其實 有些難處 還是怎麼樣 暫時來說 我和我女朋友都覺得 前景樂觀 否則我們都不會夠膽 開這間店 那為什麼呢 其實香港很多代理出版 其實都會在小學 中學 甚至大陸 做一些推廣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要改變 一個地區人的娛樂習慣 就不是說 三兩年的時間都做得到 是 又是教起的 要的 要的 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時間 才會令到他有些轉變 給一個多的娛樂選擇 他們去做 就是這個世界 是 還有 前景的話 都希望可以 第一件事 多些人認識 第二件事 都希望多些人投了一屆 不是說 一定要開店 開咖啡 可能多些人接觸 設定一些遊戲 各方面 我覺得 如果大家再做好一點的話 在未來是會有一個好的前景 因為始終你看 其實外國為何可以這麼覆沒 但反過來到香港 所謂中西合璧的地方 又 揭不起來呢 我覺得 是值得嘗試一下去做 那我反而想問一下 一個很有 剛才你也說到 這個可能是唯一一間 是真的做VTEL的 其實之前的VTEL 已經轉了影 其實 反而你會覺得 前景是樂觀 或者做不良 當其他人都覺得 不行 撤走這個市場的時候 是 最主要的 我覺得 每個人經營模式上 可能會有不同 以及看市場 會有不同 至於前前所說 如果我再中買去 開咖啡 可能只不過固定 那班人裏 就是變了咖啡的人 才來買 對 或者他們才知道 上來玩 但是其實 香港菜油界別 最需要的是 給多些人知道 這件事情 更多的渠道 讓你知道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 你知道 聽過的 可能是大虎翁 戰過風雲 但是其實 有其他 不同類型 或者不同類型 都很好玩的 他們不知道 那怎麼辦呢 反而 可能要多幾家 我們這些類型的過頭燈 讓他們知道 原來很容易入手 可能百多元 已經是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四五個人 都開心 一晚 雅龍 那些類型的 一定要有 那我講開 這個問題 我也想問 其實咖啡 可能未必可以觀察到這件事 那我想門市問你 最好就是 其實來買遊戲的人 那個 性別和年齡層 其實通常會是什麼 最關心 最關心就是性別 很正常的 你會帶一群人 但是如果來到 是講到門市買遊戲的 那老實說 大家都知道 這個場地 大部分都是買男生的東西 如果他真的 真的 真的要一個女生 走進來去買 就真的為了買遊戲 而買遊戲 那我想知道 其實會不會有 例如女性會進來買 那還有 其實來買遊戲的人 會不會說 一定是可能 要去到某個年紀才有的 例如很小的那些 就不會的 那我也想知道這個會不會 對 三個的 店長 然後你說 男女的比例 那一定是男性 多些 但如果可能女性的遊戲 來到的話 他們會是 比你們所想的專業很多 哇 那些聯絡可以留給我 哈哈 我們好想 你留你的照片 在那就可以了 後面一段 大家看到這段影片 知道找他 哈哈 因為有些可能 他會知道 那一隻遊戲 甚至他會知道 有幾多的廣告 或者可能 中文了幾多隻 他們都會 在那裡 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三個要見譜一下 我自己的樣子 可能見到 有個術客 女性來的 她是買到她男朋友 不讓她去買 都會掉回去 這些要先 我有遇上過的 不過可能之前所說 沒有我們的出現的時候 她可能真的透過網上 哦 即是坑底 其實 或者他們根本自己買開遊戲 他們都說 很少會上咖啡 可能自己買到家裡 自己買到家裡 但其實 做下去了可能 一年的時間 發覺其實 不同界別都有一定的人 想 或者已經玩開這件事情 OK 好 問一些深入一點的問題 你這一陣子 其實不是很多那些 就是 剛才你有說過買遊戲的幾個channel 就是網上 網上買遊戲 甚至乎現在開始有很多那些 Kickstarter 那些什麼 嗯 其實作為一家 香港罕有的retail store 外國就有很多 discussion 就是說 Kickstarter是累死retail store 你們自己怎麼看呢 或者其實對這件事情 因為 有些Kickstarter的game 可能你都比較難入 我不知道情況是否真的 或者反過來 其實你可以拿到一些game Kickstarter 也可以拿到retail 等等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暫時對你影響 都尚算是正面的 因為其實很多Kickstarter的project 都願意付回retail價 我們這些實際有鋪的鋪 反而它不會給Online的shop 因為會跟它有競爭性 明白 它會想直接進來我們這裡 經它再銷售 反而 可能我們都搞三四次一些團購 在這方面是可以再帶到一些 但是有些人來這裡 來這裡 因為有些gamer 是覺得我們這裡 其實出了幾年的課題 他們說 我看不上眼 我全部都玩過 很正常 追著 只是追著Kickstarter 看新遊戲 沒有介意 這新遊戲是要的 但是反而這個 又多了一個機會 給我們 多了一個客人 但是你說影響上來說 看你兩體 始終 Kickstarter 我會覺得是 會玩到它有一定的 知人才會再接觸的東西 明白 反而如果你說是 玩過一些卡卡松卡蘭島 或者 吹炭寶石 類型的朋友 都未必說要去到 接觸追新Game Kickstarter 反而你店鋪其實 很多不同 簡單的東西 有排玩 有排玩 那我想問一下你 譬如 因為我都知道 Kickstarter有訂的團 那是on demand 那些人有request 可不可以有這些 就搞了 就是主動搞 還是別人扭你 我們自己篩選過 OK 一來 有些客路上面 我們都要思量一下 有些可能是太偏門 或者是主題性 你找Million 是 是 他自己訂了 你幾個 真的好 那我們篩選過 這個始終也要考慮 第二就是他給我們的價格 我們可不可以 真的有錢債 在商言商也要考慮 是 如果不是 我沒有可能 用一個貴過你自己 Kickstarter的價錢賣出來 沒有必要 沒錯 那我一定是給我優惠 起碼你 起碼省到運費才算 那就要這樣 沒錯 那這個我們都會思量一下 那才會再決定 重做 我想問一下 譬如你們 會不會有一些 好像是Member System 譬如剛才你說到 有 有些窄路 有的 譬如 會員 他才知道 即是他走過來 他可能就未必知道 暫時我們 Kickstarter 還是會做回會員 因為我們 算是其中一種 會員的福利 因為我們價格 對比你自己 Kickstarter 我做得出來的話 就肯定便宜過你自己買 沒錯 沒錯 而且你看到 其實我們店鋪 八九成的貨 除了這個 X-Wing 系列之外 都會有個會員價 在這裡 X-Wing 也很殘忍 對 對 會有一群會員的系列 在這裡 明白 那都說開 即是說 有人來買東西 或者什麼 其實你覺得 在門市裡 你見到 那些客人來買遊戲 其實你會不會 有什麼建議給他 譬如買遊戲 有時候 那些客人進來 可能就不好意思問你 或者什麼 即他可能會做了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決定 那你有什麼建議給他 即譬如買遊戲 要看什麼 或者是 有沒有什麼 是不應該隨便賣 的建議 有的 我覺得我們小店 以及最面向人流 我們最做到的事情 就是盡量給一些 介紹 一些適合 其實每一次進來 問了幾件事 第一 人數有多少 主題 難易度 或者你朋友 喜歡玩什麼 也很重要 我自己喜歡玩歷史巨雷 你朋友喜歡玩七大奇蹟 你搞不定 你也要留意一下 有女朋友 或者你每一招的時間 有多少 香港人來說 你也要嘗試一下 跟你講三四個小時 其實你也要一顆鐘 我沒可能介紹過一些給你 是 那就要思量 是 那第二件事就是 支持靜伯除油 是 當然 當然是 一定是 一定是 為什麼我平民淘寶十塊 這裡百多塊 黑地 一定有吧 那些會爆炸的 還未敢這麼說 還未敢 小聲 以為我們聽不到的就有 真的會有 但是 還是慢慢解釋 說真的 八多元和十幾元 可能真的欠了價錢 但是你說 我衣服玩十幾二十次都沒問題 你那個玩兩三次的綠色 對 還有臭味 甚至質素 你印到什麼來不去 斜眼光面 主要都是尊重版本 最重要 沒錯 自己體驗也很重要 建議就是很簡單 就是進來 有什麼就先問 對 有什麼就先問 對 我都覺得 其實門市這件事 有時候我覺得 比起咖啡可能會更好 可以更加集中去 專心地去答你問題 去搞遊戲 是不是中文遊戲沒有了 還是已經不是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看到這裡也有多中文 但也有多英文 也有多英文 我進來也說 我要中文 是 是 每講都不一樣 英文那些又覺得 原汁原味好一點 中文覺得 可能我的朋友 不是每個人的英文真的那麼好 可能 看回中文字會 親切感會比較大一點 是 盡量滿足 如果不行的話 都盡量把他頂回 通知一下 什麼遊戲是你最好推銷的 或者 最好賣的系列 是啊 或者最好賣 最好賣的幾隻遊戲 有幾隻 譬如有 湘米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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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kull很少沒看 新手性 影片各方面 會 moving 全部看起來 超奇怪 他沒有其�� 不知道 是我 structured 你再做一個人 還有一些 詩漠寒東 uży眠 產生 好遊戲 真的 Fun 但我反而想問,可以看我的頻道 剛才你那幾隻都是價格比較高的 譬如Somisa那樣都 五百多元 即不是八百多元那些 我還以為你回答這些,我還以為你回答Everon 那又不是,也不怕說我們Evage 如果賣出去的價錢是三百多元左右的Range 真的最多 這裏是有點重口味的 這裏有一點重口味 咖啡呢,我們之前都問過一些 那可能很多時候都是這些 這些都未必 這些都未必 那些奴隸龍,怪獸,鬼鬼那些 這些可能是他們的 這些可能是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來 可能我咖啡玩過,想買盒回家 放在這裏,跟親民遊玩的類似多 但其實大部份的香港人 如果你肯跟他們溝通說多些 其實你覺得二三百元的遊戲 他們是覺得OK的 最重要是好玩 對他們來說 好 最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Message 意見 建議 心路歷程 感受 最艱難的是什麼 最後有些什麼 最艱難的是什麼 或者最後有什麼感受 可以share 做一個conclusion 嗯 之前正版卻有 我們唯一的對手 都是意外的 其實翻版越來越少了 不怕 或者這類的翻版是沒有什麼 沒有的了 我都經常帶一些圖玩 有沒有老花 我覺得這些很難買到老花 不是 其實之前在這裏補一點 老花那裏 尤其是新的遊戲 已經很少會有老花 因為基本上集中製作 這些工廠 其實已經集中了某幾間 不會有些東西可以洩露出來 以前可能會比較雜 可能每間都會做些 變成他們會有機會 那些帽子和版會出現 很認真 反而現在老實說 老花就通常是一些卡的 Bickson版 都是只剩下那些的 沒有新的 還有現在淘寶都開始賣正版 會舉報你那些翻版 所以其實都 滿市都真的有出路 都希望你越開越大 越開越大 感覺很好 日到來的 遊戲圍繞 被試過 日到來見到這麼多 Vilym有沒有想過 他在家製作兩部牆 他有了 他有了 他的倉有了 別說了 謝謝你們的時間 謝謝 今集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